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联合国国际和平共主日 这个日子的意义就是希望 国与国之间能够和平共主 然后不要发动战争 也不要用其他的杯葛行为 或者其他的行为 那真诚一点的意义就是 不要利用人民来做侵略战争 或者是掠夺战争 或者是做一些残害人情的这些行为 或者是报复行为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不好的行为 要杯葛行为等等都是不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究竟是要把对方当作是人 尊重他的存在 然后也给予他人的对待 还是把对方不当作人 然后把他奴隶或者是把他当作猎夺的对象 所谓的欺骗的对象 或者是霸凌的对象 Cheating Burning的这个对象 那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 其实对这部分有很多的争议 有些人就是充满着爱 就是要爱人 爱别人 然后让别人能够就像树苗能够好好的长大 让整个核充满着这个核气快乐 那有人呢也是充满的是救人 就是拯救别人 那我们知道人生这么短 光是拯救别人的事情 我们一辈子都接的时间都不够 那接的时间都不够 我们就努力去救别人 那像有的医生啊 杜颜坤医生啊 他整个人生都是在救别人 那他们也想象到 一个食言阿嬷的故事 宋阿嬷的故事 为了十块钱 让人家都不要吃 吃都不要换 都不要钱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上呢 对于正面价值呢 其实就是住人 救人 还有能够爱人 爱人住人救人 这个都是很重要 那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呢 就缓期到而行 就是他又不爱别人 只爱自己 又不住别人 要别人救他 救他 然后呢 也不拯救别人 然后充满着迫害别人 那这些人呢 其实如果是一般人民 还有国家法力可以制裁 但是通常都是政府机关 所以我们知道政府机关 其实他们做的是 所谓的流氓政府 就是Loger Government Loger Official 那这个是整个研究人前史上 最深恶痛劫的 就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 其实他们就要洗脑 让他的人民呢 能够相信他 信任他 盲从他 然后撕掉人的尊严 然后被他操控 他把人民呢 当作操控的对象 那其实我们如果对于政府的信任 往往就会因为宠爱他 使他这些政府人员 不知检讨 所以变成坏蛋 犯罪者 那这最主要一个点 就是从人类的历史来讲 其实人类的历史 很多政府机关 都是充满着自私自利 然后不助人 还利用公权力 来欺骗别人 来剥夺人民 所以这个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呢 他就提出了三前婚立的理论 那这意思就是立法行政跟司法 他是要互相婚离 要互相对抗 有立法者的人 他不能行政 也不能兼够司法 不能自己制定法 归于自己来做 自己来玩 那行政机关呢 他不能定立规则 必须要由立法机关来定定规则 那行政机关 按照一一计法律来做 不能够自己在制造什么解释令函 然后呢 不能够做立法院讲的都不算 然后这个东西 那最后行政机关做出的处分 行政处分都要经过司法来审查 他对疑惑 而不能够自己乱搞 然后搬出来以后呢 还要树验叫人民那叫一半 这个东西 这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的政府 就是有问题的政府 所以这个已经违反 孟德斯丘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知道台湾 这些行政机关制定法律 自己欺负别人 那完全违反潜力分立 那这个就是一个不符合 供潜力的潜力分立的理论 那司法机关呢 也不能够跟行政机关 跟立法机关呢 混合为一 所以司法呢 要做公正的审查 不能够做不公正的 这个判决判断裁判 所以潜力分立呢 其实是在台湾最缺乏的 那也是在很多国际上 很多国家发动战争 其实整个来源 就是不懂得 对于政府机关的要求 而把政府机关宠坏 充分的信任政府 让政府呢 违非坐载 那我们知道 因为信任政府 让政府变成违非坐载 造成这个所谓的 这个两次的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死亡了1500万个人 2000万人受伤 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有7000万人死亡 那现在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 那其实也是 赞成很多人的死亡 那这里都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他就是人民呢 对于这个执政呢 没有给他潜力分离的要求 让他的潜力过大 然后对外发动战争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如果不能够记起 前两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痛苦 还有前两次世界大战 其实是一个政府犯罪的行为 那就有可能会再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要重视 要和国际 要和平 要共处 就要达成对于潜力的不信任 然后潜力之间要 潜力分离 要能够鼎立 三潜鼎立 互相不信任 互相监督 那就是太信任 导致有一个人拥有很大的潜力 就发动战争 这个是发动对国内的掠夺 还有经济的操控 还有玩很多 花国难财 还有很多不应该做的行为 这个都是因为没有履行 潜力分离 那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 再来就是我们知道两公约在最近 9号到13号 5月9号到5月13号 在台湾 对于两公约的报告 那我们知道两公约在台湾 其实是没有真正想要做 所以他真的不是认为 属于应该好好做 因为两公约 其实应该能够涉及到这部分 其实他有些东西必须要 立法前来定立规则来修改 其实行政机关在两公约里头 其实他很多都是破坏者的角度 然后在司法机关 在两公约里头他也应该要有人权的司法 那但是我们可以发觉 立法机关跟这个行政司法机关都没有参加 然后对于媒体呢 他也加以限制 所以两公约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审查报告 其实可以讲就是真的没有建议 要所谓的和平共处 然后维护人间的更发展 光阳发展 也没有就全力婚立的角度来做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有必要改进的 那第三个点 我们也知道两公约在台湾施行 因为台湾宪法等于是落空 因为很多宪法的规定 很多违宪的问题 其实司法机关也没有充分来 来维护人前 台湾的司法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司法不独立 然后再加上司法 只是没有真的好好做 那三等司法呢 做文宪 二等司法呢 搞判例 卖判例 一等司法要做天使 但是台湾的司法没有把 人性尊严 把真正的真 真实发现列为他的重点 他的手还是要控制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导致台湾人民 必须要觉醒 必须要知道 我们处的是一个被欺骗的 被霸凌的 然后真正的公权力呢 没有花费真正的公权力 我们真的立法 没有办法制定游戏规则 而是被行政机关操控 连两公约他的立法机关 都不参加了 立法钱是第一钱都没有用 然后立法机关呢 认为什么他都最大 他都可以做 他根本不尊重立法钱 也不尊重司法钱 也不尊重媒体 也不尊重人民 对于人民呢 势如炒戒 没有把他重视 如果重视的话 其实不是应该这样开的 所以两公约审查报告呢 其实应该要让其他人民 充分了大明大晃来讲 那我们知道 在这里头来讲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 国内产生蛮多的司法的不公 然后司法的被破坏 很多人被这个假案整肃 被淹案丢在监疫里头 被错案也被害 所以司法造成很多法律的灾难 然后要打一个官司 又要很久 然后法官呢 王法裁判呢 多没有制裁 那法官呢 可以讲就像古代的 这个斗娥宴里头的 这个无所谓的桃物 这种人 在我们这里头 竟然没有把他 救责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们知道司法的灾难很多 但是也有好的法官 但是在这个夹缝中呢 他还是认真做华丽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应该对好的法官呢 要鼓励 像这个赵子龙 温耀元 还有14个法官 还有行政法院的 林文州 这些14个法官 这些都要鼓励 林文州行政法院 好几个法官 所以我们觉得 好多法官要鼓励 那像这个太极门case呢 太极门case里头 其实已经到达26年 那整个政府 没有想要真正解决 所以太极门这案子呢 其实已经变成 国际知名 然后现在 也把这些东西 变成国际英文版 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太极门案呢 是以后大家想到台湾 不是台湾最美的呢 是人情人前错了 台湾最美的是 破坏太极门的 这个案子没有平凡 然后让太极门继续在 混斗 这个是混斗的精神 是台湾最美的 台湾人民不积仇 不服从 出来抵抗了26年 然后这个人民是台湾人 是坚毅的人民 这是台湾的最美的地方 然后像黄妈妈919 黄妈妈的这个case呢 其实也是显示出来 连这个警察呢 这个潜力呢 多不敢 警察的潜力 多不敢 救责 然后也竟然用移动 门续的方法 使得警察呢 没有救责 那这个我觉得台湾的司法呢 还有可以说 非但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功能 而且应该达到就是说 他已经让人民 生物感觉失望 感觉 已经没有 等于是没有存在的这个司法 所以他的问题极其严重 所以我们知道 还有陈钦系案 陈钦系案呢 我们现在会期待 士林的这三位法官呢 在5月19号呢 会做出认真的判解 这个是最简单的case 就是一个制造的一个假照片 然后里头呢 不应该出现第三台跟第四台冷气机 这么简单的案子 如果法院呢 还可以扭转 还可以闭着眼睛 做出有些问题呢 那我们觉得台湾的司法呢 其实是非常的值得深优 所以我们知道 台湾其实有很好的人 台湾有很好的拯救的人 为了这些案子 然后其实国外也有很多好的人 为了台湾的人钱 像这个两公约千里条条到台湾来 然后他竟然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花眼 然后台湾国际的友人 像这个Bitter Winter 像这个Dr. Massimo Intervegan 还有好几个国际专家 像Ken Jackson 好几个国际专家 还有国内更多的这个写者专家都出来 为了这个案子拯救来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台湾的薄 台湾的优良 那台湾这个问题非常研究 加上台湾可以讲 台湾应该讲的计划就是 我们要爱人 爱自己的民 要帮助自己的民 要拯救自己的民 时间都不够了 我们还有时间去害人吗 那除非你呢 思考就是自私自利 无血无泪 没有人权观念 所以有人权观念跟没人权观念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知道 像有一个老先生 107岁 然后要到中国去探祖祖先 结果他叫赵穆赫 就后来他到以前都帮助别人 把一些回乡 他就把一些人的骨灰带回去 然后他影响到另外一个叫做黄明朝 黄明朝也就是在帮助赵穆赫 让赵穆赫回去的时候 在107岁还大飞机回山东 后来让他回来以后 赵穆赫还竟然可以活到108岁 所以他们有一个重点 就是黄明朝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刻都要助人 每一刻都要帮助别人 我们的时间都不够了 我们还会想到去贪自己 害别人吗 可是我们这么优秀的 2300多万的这么多的人 竟然被一些少数的 万分之一的人引导 然后让他们来做一些 违非作歹违反人钱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人民的声音要更响亮 人民要更积极 然后要花费勇敢坚持 台湾的人钱 台湾的人钱才会真正落实 真正的有坚强的基础 真正的生根花芽长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人钱一定要完整的 然后钱力分裂一定要完整的 不要信任任务 一定要实行 闷得失究的钱力分裂 然后立法机关勇敢站起来 行政机关要尊重立法机关 要尊重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也要勇敢站起来 不要变成其实是假的司法 恶心的不是钱力分裂的假的司法 以前的这个假的司法 所以我觉得人钱在台湾已经有希望 因为有一些用功的团体 然后能跟国外 然后已经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人钱在台湾 真的希望台湾比任何一个国家 人钱做得更彻底 因为他在抵抗在坚强 真正在落实钱力分裂 落实人钱 人民是最核心的 只有人民最伟大 没有人民 任何政府机关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他们人模人样 但是因为他没有心 所以他就是假的 我们应该知道心有多广 宇宙就有多大 我们知道你的心是救人 是助人 是爱人 是和平的 那你的心就非常的大 缓之你的心自私自利 看到眼前的钞票 看到眼前的位置 你心就非常的窄 那你就是窄心 辖心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国际和平日 其实很重要 就是不要信任那些 没有心 辖心的人 要相信自己 有宽广的良心 无限的宇宙 我们就 基于这个宽广的这个心 我们就会缔造 我们的爱 缔造我们的和平 缔造台湾 是真正的人权的国家 真正启门以后 重要的国家 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让这个国际和平共处日 能够真正落实 感谢观看